贫农哥是属于大力出奇迹 只要你不出啊 我就狂鉴定啊 今天的话又是10亿的资源 给到 先拿120级的当店吧 130级简易不磨破血 精青罗汉简易 秦音三叠 野兽之力破血狂攻加简易 帽子32级出专用 帽子几级专用 他也不点 白板白板 变身树枝野猪 实践装备一个篮子 现在鉴定为啥不去长寿桥了 因为现在鉴定军口的数量不一样了 就以前一天只能鉴定100件军火 或者是10件军火 稀罕八杀的 要做很多准备工作 现在 军火资源太多了 要省去很多流程 腰带再出专用 我不要 我要愤怒 我要愤怒 老板仓库这么多东西 肯定是不差愤怒的成就 有愤怒可能没成就 愤怒愤怒愤怒 愤怒不磨 不磨愤怒不磨愤怒 放下偷刀 绿法女娃 绿法女娃好像是个小套子 加耐的吧 每次给皮农哥 鉴定军火的时候 都有种 无级别之夜的感觉 永不磨损 加金刚弄木 刚才谁一直在喊 没强化 我跟你说 120无级别破血 他就是不强化 120无级别水晶 他就是不强化 越不强化 你看看 越上头 永不磨损 加金刚弄木 这个是必点套装的了 放到行囊里 白板白板 再来永不磨损特技 琴音三碟 我爱琴音 金刚弄木 在实战中 有一些 实用性 就是当你 刷任务的时候 不够惊情罗汉 他可以给你转移愤怒 愤怒特技 愤怒特技 跟我们的帽子搭配上 10亿的资源 大概是8500块 愤怒不磨 愤怒无级别 牛了 牛了 简易 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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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怒 哎呦我他妈暴怒 最后的六件了 这回 这回得去下长寿桥了 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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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了 牛了 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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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他妈的暴怒 跟愤怒一样的几率 结果给了我两个暴怒